好 那麼景氣到底好不好 我最近在我們這個社區裡面 發現一個非常怪異的一個現象 那麼也非常的怪 過去我們其實社區裡面的話 大部分很多人看管理委員會的人 保全人員都閒閒坐在那邊 現在一大早的時候 他們非常非常的忙碌 忙碌的什麼 忙碌的分裝這一些 郵寄過來的這些網購的商品 而且都是一大箱一大箱的 我每天都看了堆了滿滿的 整個大廳全部都是 我想說奇怪 怎麼有那麼多人在這個網購 結果沒有想到現在已經變成了 管理保全裡面非常大的一個負擔 好 那麼大廈的管理員保全 到底能不能代收信件 還是代收網購的這些東西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新北市中和區有一個社區 規劃了1365戶 但是只有一個保全跟一名秘書來服務 沒有想到因為網購興盛 所以兩名的服務人員苦不堪言 而且因為是住商混合的地區 所以這裡面的話 1300多戶裡面有不少的是工作室 以及工商商 所以社區針對網購業者 加收50%的郵件服務費 全案經過了區全會的一個表決通過了 也就是說要加收這50%的郵件服務費 但是黃先生他說非常不服氣 他說我在10月份收到了11月的管理費 繳交通知單的時候 就已經被加收了695元的操縱的一個郵務費 那麼社區管委會他怎麼講說 以社區郵件量最多的20戶 加收服務費 沒分公司戶或者是個人的 也就是說他們只要郵件過多的時候 他就會加收50%的一個付費 我問一下這個委員 到底可不可以這麼做 我也想說 這不是應該是含在管理費裡面嗎 那個保全人員 我看我們的一個這個保全的話 有人幫我們這個處理好這個信件 到底能不能這麼做 第一個我們要先回答的就是說 剛才慶雪所講的 保全到底可不可以帶收信件 那這個是起源在民國106年的時候 台中市政府有一個處分書 他對一個保全公司做出一個處分 他說他們派駐到社區的人 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電話接聽 郵件收件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接待訪客 還有一個就是吹繳管理費 那台中市政府認為這些東西 都是屬於什麼 屬於公寓大廈管理維護的一個範圍 那如果按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來規定的話 必須要由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 才可以來執行 所以說他處分的這個 對象是一個保全公司 這個保全公司就被處分了 罰了4萬塊 因為按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的話 你不是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 你沒有證照的一個總幹事 你去做這些總幹事的工作 你要被罰4萬到20萬 那這個時候網路就開始 瘋傳這件事情 就是說保全到底可不可以 來帶收信件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每一個公寓大廈 都發生這個問題 那剛才有一個重點 剛才那個社區 他只請什麼 他只請一個保全 一個保全跟一名秘書 他沒有請總幹事 對 那如果說今天社區 有請總幹事的時候 找保全來代收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辯稱是什麼 協助總幹事來做這個工作 那因為這個總幹事 他是有證照的 所以說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之所以會有這個亂象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現在很多的保全公司 違反規定去承包 所謂的公寓大廈管理 維護的工作 那他們弄了一個名詞 叫做什麼 叫做行政保全 那其實行政保全就是保全 那他們為什麼要弄一個 行政保全 因為現在整個一個物業的 一個生態來講的話 最缺的人員叫做保全人員 那你請保全人員沒有人要幹 那行政保全聽起來 好像是做辦公室的對不對 其實不是 他其實就是在做保全 可是他會兼做一些這些工作 可是這些工作 原則上基本上都是違反規定的 都是違反公寓大廈管理 那行政保全要不要做保全的工作 也要 原則上也要做保全 那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保全 也在做這些事情 這個東西 如果說一般的公寓大廈 沒有這個問題 那這些都是產生在什麼 比較沒有經費的公寓大廈 會發生這個問題 因為他請不起總幹事 那剛才慶雪又講到說 可不可以去要求增加 所謂的管理費 作為廣購業者 可不可以增加管理費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坦白講基於租戶自製的原則 如果說他們經過區分所有權能會議決議 可是他們欠缺了一個動作 按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規定 屬於這種特殊的增加的規定 必須載入規約才可以發生效率 可是他好像沒有載入規約 這是一個 那這個租戶的時候怎麼資歷救濟 按照民法的規定 他可以肅請法院判定 決議無效或者是規約無效 這個是或者是 其實我都不贊成人家上法院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你們就再召開自己 臨時區分所有權能會議去把他 可是這區全會會不會 他的權力有點過大 那區全會的話 他是不是可以表決通過 就是說 那如果有外送的人員要送過來的話 我的東西也不能送到住家裡面 他怕陌生的人會進來 他可不可以做到這樣 其實現在這個東西在食物上面 就分成兩派的一個論戰 就是說 訪客來賓到底可不可以直接上去 你像我們家那裡 我們家不管你是叫Uber 或者是叫麥當勞 那他那個外送人員就會送你送到 等於是說那個管理委員 這個保全就會跟人家講 你的外送來了 我就說那沒關係 那你就叫他上來吧 然後他就幫你按了電梯 然後讓他送到你家裡面去 可是蔡總聽說 有一些地方不是這樣子對不對 對 像這個 我現在的住家是這樣 就是說它是物業管理 然後有這些相關的服務人員 都有合格的證照 對 那重點是 我們繳的管理會也很貴 一個月一戶就要接近兩萬塊 你們這樣一坪是多少 豪宅 豪宅 豪宅的概念 多少 三百塊 超過一百塊 一百多塊 一百塊兩百 但重點是說 我覺得在一些比較這個 講究一些品質的社區裡面 我付了這樣的錢 也委託你合格的物業管理公司 所以你什麼掛號 我們掛號一例的 這個是我們的物業管理公司代收 但是他有一個簽收部 住戶在哪裡有簽收 所以一清二楚 重點就是比較有安全的一例 就是外賣 快遞 那這些人的話 這個物業管理公司 就放有假鈔 你把它放進來 到哪一個樓層對不對 而且我們樓層都是有設定 要一個特定的鑰匙 所以他基本上是代收 代收這些快遞 還有這個外賣 一樣 然後再送去給這個住戶 誰送去 我們相關的物業的人員 是你們物業的人送上去 對 那你們的服務很周到 住戶不會直接到大廳 拿著一個麥當勞東西這樣上來 所以這個都是有這個 也就是說 他的重點的精神是怎麼樣 這個社區裡面 行進的所有的動線 任何的角落 都是你信得過的物業的人 這些人才可以進出 外面的以利亞都不能進出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案例的話 其實它其實是一個社區的公告 禁止外送員至社區內來送餐 其實這個部分 會有比較嚴格規定的話 大概就是一些比較高級的社區 像我們社區的話 是沒有這個規定 不過我們社區住了一個 曾經得過金鐘 金馬 金曲 還有三七的隱私大哥 他就跟我曾經反應過一件事情 他說他曾經人家去按門鈴 門一打開 結果這個人不認識 把他嚇到你知道 因為藝人最怕發生這種情形 他就要求說一定要要求 要策劃那個管理公司 所以說在物業 在高級的一個豪宅裡面 他們都會有這種 這種比較嚴格的規定 不過剛才蔡總有講到 一分錢一分貨 你今天高級豪宅 如果說還有一種就是什麼 像剛才說送瓦斯 你可以變什麼 保全如果跟著上去就可以 就是沿路跟著 他走到那裡就跟到那裡 外送人員他也不會跟著 不是只有送瓦斯 他也不會跟 了不起就幫你按了電梯 讓他上來 有些社區就不要這樣子 因為他們擔心說他去亂竄 他跑上去了以後跑到別戶裡面 會有這種疑慮 所以說這個有兩派的一個論戰 那一般的豪宅據我所知道 是不會允許住戶 非住戶以外的人 就是剛才蔡總所講的 他們不信任人私自上去的 因為這個對他們來講 他們會認為說 我繳了這麼多的一個管理費 他們是屬於 這樣子是屬於不安全的一個行為 所以說他們不會允許 這個部分產生 這樣子物業公司 他們的工作量會越來越大 他又要負責這個收發的東西 然後外帶外送的話 他還要幫你把他送到家裡面去 對啊 所以說這個就是一分 可是你要相對的 你要有這些服務的話 你要請很多人去執行這些事情 你的管理費 你就會跟著提高 譬如說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很多的社區裡面 大概就會區分 區分這個幾個部分 好 那麼這個管理費 到底是多少 它才是合理的 像這個 這個是最基本的 就是只負責 就是類似以前有沒有 一個退伍的 退休的老阿伯 就坐在門口這樣子 那這個就會產生在哪裡 像五樓的公 差不多十樓以下的這種 這種滑下 我們講的滑下 大概那這個 那個就很便宜了 大概幾百塊就可以解決了 那再來這個 這就剛剛有保全以外 還有什麼 要信件包裹 這個是有保全管理的 對 有保全管理 而且他這個 有信件包裹的時候 就會產生所謂的 總幹事的一個需求 那這個費用就一坪差不多 落在50到70 像我們社區大概是只有 只有這個level而已 對 那再來就是不動產 那這個部分包含 所謂的不動產就是 大樓的清潔 還有機電維護 那其實這兩個目前 一般的社區都是維持在 這兩個部分 可是一般不是都是有 物業管理公司跟保全公司嗎 對 一定要有物業管理公司 跟保全公司 那所以說因為物業公司 它規範的叫做 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保全叫做保全違法 所以說現在都是一個老闆 開兩家公司 那開兩家公司就沒有 沒有剛才我們說 講的那個違法的一個問題了 那你如果說只有保全公司 你就不能做這些事情 你只能做到這個事情 那現在最頂級的 這個叫做豪宅的一個設備 那豪宅的設備多好 那個今年三年前 有一個建設公司的廣告 它的標榜是什麼 你住到我的社區 你晚上肚子餓的時候 有人會送牛肉麵到你家給你吃 對 有這個廣告 那這個部分是發生在台中 我們台中的時候 真的是有這個服務 還包含什麼 還包含脫鷹 然後幫人送洗衣服 找管家 找傭人 等等的這些飯店師服務 那這個就很貴了 這個可能叫蔡總他們 叫豪宅等級的 豪宅等級 大概是一個月 大概就是要2萬塊以上 起票的一個管理費 才可以享受到這麼高級的 還會 Rivera 你不怕 然後 你不怕 你不怕 那不怕 你不怕 誰 你不怕 你不怕